這兩個星期,香港是充滿動力和活力的 大家都知道,我們這個星期剛剛已經開始在香港金融科技州 參加這個活動的有500個贊助商和參展商 也有300多個港者,我們相信出席的人數都會過萬 另外就是明天開始的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現在我們理解出席的人數是超過200多人 有不同地方的一些金融領袖來和我們討論和分享交流經驗 然後大家都知道周末就是我們的七人籃球賽,星期五開始 下個星期,星期四和星期五也有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 所以這兩個星期,我看香港是充滿動力和活力 這也是自從零加三之後,大家可以更加有不同活動的空間 現在才能維持通緣套 站上